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乐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869集 刀来 京城内并不缺高手 早就有人察觉到城外的气急波动 等到万箭横空的一幕出现 那些人再也按捺不住 从各处腾空而起 或于乌脊间腾跃 朝着外城赶去 那些被战斗吸引过去的高手里 小部分来自外城 大部分来自内城和皇城 他故意把我退回京城 是想让禁军武营出手增加胜算 许谦耳阔微动 听见了铁气嗡嗡怒颤的声音 万箭横空朝着远景地上空汇聚 他们就如同受过严格训练的士兵 各自归位 有的成为剑柄 有的成为剑身 有的成为剑尖 一柄长达六十丈的巨剑正缓缓成形 外城的百姓只需要抬头 就能看见远处的城墙上 凸起板结可怕巨剑 城头一位为武夫不顾规矩 擅自登上城墙 站在马道上看着这一幕 他们先是被这把可怕的巨剑震慑心神 然后才想起 看一看是何方神圣 有此神通 不看不要紧 一看之下 大惊失色 惊呼声四起 此时很多的武夫传来 攀登城墙 听见了惊呼声 怀王 怀王不是死了吗 楚州屠城岸终究死了呀 后来的人带着疑伙落在马道靠拢女墙 俯瞰巨剑下方的人物 怀王 瞠目结舌 真的是怀王吗 还是有人易容啊 为什么在和许银罗决斗 许银罗怎么变成这番模样啊 等等 许银罗什么时候能和怀王交手了 有人结结巴巴的说道 许银安通体漆黑 后脑扶着火焰环 气质危言凛冽 如神似魔 要不是看到那把刀和那张脸 没人能认出他 他周围的人保持沉默 无法回答 不管是怀王身份的真假 还是许银罗诡异的对阵怀王 这些问题明显超纲 这时有几个从皇城赶来的高频武夫 某些贵族府上的客卿悠悠的说道 忘记了吗 奸臣许银罗怒斥陛下 扬言要天下搞诉 他要造反 闻言 不明真相的武夫们面面相去 哎呀 是有这回事啊 我并不相信许银罗的说辞 但现在看到怀王死而复生 我突然有点不确定了 听我家大人说 当日怀王被神秘高手分尸 死得很痛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围攻战死 许银罗造反 怀王复生 直接问吧 有人说了一句 而后扶着女强朝下方高喊 许银罗 到底发生了何事 与你交手之人是谁 真的是怀王 你精神在皇城门所言 是否属实 那名武夫或许是自认为修为不错 自己也算是个人物 就算无法插足 这个层次的交手 说话总可以吧 于是干脆开口问询 真得的目光望向那位至少是无品的高手 仅是眯了眯眼 不见出招 不见气急 弹出头大声问询的高手 身体忽然从城头栽下来 元神湮灭 死得无声无息 城头一片寂静 普通将士也好 凑热闹的武夫也罢 七刷刷的后退 惊举的砍向怀王 又在下一刻移开目光 不敢引来这位可怕人物的注意 害怕成为第二个无声无息死去的可怜虫 徐其安 你不是自诩为民做主吗 你不是大奉的良心吗 你不是一人声望 圣朝廷吗 真得的目光森然 极度愤怒仇恨 不屑皆有 请着那柄六十张巨剑喝道 这一剑 你若敢躲 可知一剑斩下 城中要死多少人 图成案的始末 一直是真得心里无法拔除的词 他谋划多年 炼制血丹和魂丹 结果遭人破坏 怀王这具分身死在楚州 偷鸡不成十八米 对于一位张扬恶性的妖道而言 这足够让他气得发狂 更何况 许秦安闯入武门 刀斩国公 当着百姓的面 狠狠打他这个久武之尊的脸 被一个小人物这般打脸 是什么感觉呢 后来 监政赵首 以及文武百官 逼他下罪及赵 脸皮再次被接下来 狠狠践踏 城府再深的人 也得暴跳如雷 何况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恶念 与地宗妖道一样 贞德帝坚定地认为人性本恶 你可以试着阻止我凝聚见识 但你追不上我 啊 当然 朕德帝顿了顿 略有些疯狂的笑道 哈哈哈哈哈哈 你也可以躲 说话间 又由铁剑横空掠来 融入那柄巨剑中 气势再长几分 城头上 由士兵战战兢兢 双手颤抖的预热火炮 天装炮弹 但是 百夫长一脚踹翻了他 沉声喝了一声 好 这种神仙般的人物 其实火炮能对付的 啥时间 士族和武夫们 朝着城墙两侧散开 做鸟兽散 许清安身后的城头 空荡荡的 巨剑威势滔天 长六十丈 剑气战破云霄 其中蕴含剑气 是一位人宗二品 倾尽全力所凝聚 如果骆玉恒的伏剑 是人宗二品的 随手一剑 那么贞德的这一剑 则是一位 人宗二品高手 蓄力许久的 全力一剑 贞德的之所以 召集来数量浩大的铁剑 纯粹是寻常的兵器 无法承受他的 套天剑意 不得已而为之 此剑中 不但包含 黄黄剑气 还有专展原神的 新剑之力 即使许清安 融合了神书 让气急沸腾 达到三品巅峰的水准 但面对一位 二品道门高手 共杀之术 不若武夫的人宗剑修 也感觉到巨大的威胁和压力 硬吃这一剑的话 肉身可能还能幸存 原神就未必了 正常情况下 他可以躲 但贞德的以城中百姓为胁迫 比他硬接一剑 这就是贞德 把他推到城外来的目的 接就得承受这轻视一剑 不接 先不说名声 许清安自身的武道之心 必定染尘 再难念头清明 许清安顶着庞大的压力 于脑海中搜索自己的手段 佛门戒律对贞德无效 除非他也是佛门二品或者一品 做禅功肯定挡不住这一剑 儒家法术不能用 若是用严出法随的手段 削弥这一剑事后的反噬不会比成熟 这一剑弱多少 监政没有出手 看起来确实被撒伦阿谷缠住了 虽说身在京城监政有主场优势 但是撒伦阿谷是活了几千年的一品 再大缝打不过监政 缠他一会儿总是没问题的 最后一柄铁剑汇入 贞德终于拧完剑事 他的剑指微微颤抖 仿佛连自己都无法控制这股庞大的力量 整个京城三百万生灵都在这股 剑事的危压之下惶恐不安 这就是二品宛如天为 斩 贞德大吼 脸庞闪过快意 箭指操纵着巨剑 奋力斩下 徐其安睁大眼睛 看着那道晴天之剑斩落 他跨前一步 张开手 咆哮了一声 到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